北韩再次成功试射洲际弹 并且罕见地在晚间试射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美日韩三国大加谴责 美韩两国随即在南韩东海水域 举行了联合实弹演习 北韩朝中社报导 在领袖金正恩的监督之下 北韩昨天晚上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 十四洲际飞弹 飞弹飞行了998公里 历时47分12秒 达到了3724公里的最大高度 准确命中公海上的目标水域 并且确认重返大气层的能力 报道引述金正恩表示 这次试射证明了北韩有能力 随时随地的发射飞弹 射程覆盖了美国全境 对美国是严重的警告 美国总统川普说 北韩威胁全球和平 美国会确保美国本土 以及区域盟友的安全 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令 部署四驾萨德防御系统的发射车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制裁北韩的新措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防御系统的发射车